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么在静坐的时候啊 这个学人自己有一些小的心得可以给大家参考 就静坐五点技术法 那么因为我们静坐是不能掐珠 你静坐的时候手动啊 容易生病的 英光大师说这个 静坐的时候掐珠啊 生老生肉久者成病 所以我们在静坐的时候的技术啊 可以在大地上按理五个点 然后呢我们看这个表啊 这个右上角是第一个点 然后二三四五 那每一个点你就练十声佛号 三三四练完第一个点 你就移到第二个点上来 再练十句 再移到第三个点 乃至于第四个点 最后第五个点 那么这样子五个点成一片呢 刚好是五十句佛号为一片 那你这是练的一片 就是五十句佛号 那么我们在练这个佛号的 这个五点技术法 有四点要注意的 看下面的说明 第一个 安置地链 令心下沉 这一点很重要 这五个点一定要把它安置在大地上 在我们中国的调生方法 有很多的中派 但是共同原则就是要 使令身体下石上虚 就是说 你一定是下半身要用力 上半身要放松的 下石 腰部以下要用力 不管你走路也好 带魄也好 你一定是让自己的身体的下半身用力 然后上半身要往前放松 你要看那个打拳啊 不管是少林拳 太平拳都是这样子 你看你打少林拳 你要先站马步啊 站三个月马步啊 就是要把那个下面的那个 落地生分啊 把那个 你那个脚的抓力啊 把他练得扎实 那太平拳是更明显 就是 你这边看过那个高手打过太平拳吗 他的上半身完全放松的 但是他那个下半身非常有力量 那个 你又推他推不倒的 但是他上半身就像一个棉花一样 这是一个调生方法 为什么要这样调生呢 因为我们的身体地水火烘啊 你一定是要把火往下降 把这个水掉上来 这叫炼丹 这个中文艺 这个道教说炼丹啊 炼丹就是气成丹田啊 把这个火往下降 然后舌头呢 顶住上额 让这个 把那个 把那个干露水往上掉 掉到这个舌头上 这叫炼丹 但是 因为一般来说啊 火是比较轻 水比较重 所以我们只要烧不注意 火就往上升 那水就往下降 那你这个火在上面烧啊 上面这个锅子上没水 这锅子就烧破了 就头痛啊 头晕啊等等 所以有些人修行啊 上一修行就容易头痛头晕 就是他那个火去上升 那有些人更离谱的是 他火系上升 就喝冬花茶 喝这个叫火的东西 那么这样子讲了 一把这个火系消掉了 结果身体变成脾胃寒冷 叫胃寒冷 就没有消化力 其实我们身体的温度 这个地水火火火大很重要 你的整个消化系统是关键于这个温度里 你常常没有温度 你吃东西没办法消化 所以火本身是 不是把它消灭 是把它还本归原 把它导引到下部去 所以你看张公司的拜火 他很强调 脚掌用力 下半身放手 这个是 这是调生的很重要方法 我们这个拜火啊 真正的标准的拜火方法 一个会拜火的人 不管天气多热 不管他拜几拜 上半身不能流汗 只有下半身可以流汗 这个人是一个拜火的高手 有些人我看他拜的满头是汗 那你这个拜火还要用功 你太急躁了 这个火系上身 你怎么感应到焦呢 心服气躁怎么感应到焦呢 拜火 你刚开始 头部流汗 到最后 第二个阶段 头部不流汗 上半身流汗 这个算不错了 但是这还要再进步 上半身流汗 头部不流汗算不错了 到最后 你整个拜火啊 上半身完全不流汗 一点汗都没有 那如果天气热的话 在每一间 这个是没有看经论的人 就是胡说八道 如果你这样子修啊 你一天只练十几句佛号 没事 如果你用功的人啊 一定脱痛 心之所在 气之所在 你专心在这个头部完的气就往上冲 这不能开玩笑 有些人还要人家把气放在头顶上 那那都是误人子弟 所以我希望我们修净土 要看看古事到底的开始 不要自己创出一个方法 这所有的修行一定是 索人镜只能够放在腰部以下 放在大地是最没有过失 因为你放在甘田 还有一点过失 有一点过失 好处很多 有百分之九十的优点 但是有百分之十的缺点 我在这个地方我不想讲 但是这个地方啊 放甘田不好就对 有九种功德 但是有一种过失 放在大地 地上 离开身体 放在地上 是完全没有过失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把气往下沉 让这个火气往下降 那你那个舌头啊 轻轻地顶上了 那这个甘露水往上升 甘露水上来 火气下来 这个时候你内心能够激进 那么这个内心 身体激进啊 你的内心也容易激进 所以这个地方要注意 还有一点啊 就是有些人他就是 我去台北啊 有个信徒跟我讲 说他炼火头痛 我说你怎么头痛呢 他说应关道是为我们听佛号的声音呢 一经厘陀 我说我练诵听啊 我说那你怎么听呢 我就用耳朵听啊 所以注意耳朵 练诵听不是注意耳朵 我们耳朵的听声音是360度的 那个眼睛说是360度 眼睛是120度的 你不要去注意耳朵了 你应该注意佛号了 不是注意耳朵了 我举个例子 虽然我们是假借耳朵来听 但是不是要你注意耳朵 耳朵不是锁眼睛 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假设这是钓鱼 我们钓鱼一定要假借这个钓鱼杆嘛 对不对 但是你钓鱼的时候 你不会注意钓鱼杆吧 你应该注意那个鱼吧 这懂吗 你钓鱼的时候要注意那个鱼啊 不是注意那个杆子 那个杆子只是一个前方便而已 虽然你用耳朵听 但是 你就听就好 不要注意耳朵 你还是注意佛号 你要取的锁眼睛还是佛号 这个地方大家要清楚 你注意耳朵啊 其实你不是在注意佛号了 要你听 不表示你要去注意那个东西 所以这个地方大家要清楚 你的锁眼睛永远是佛号 而且是 让整个佛号的位置是在下面的 往下沉 第二个 锁眼形象清楚分明 那么我刚刚也讲过 你的手关镜不能注意耳朵 那你虽然我们今天在地上有五个点 这五个点你也不能去注意 这只是一个方便的一个相对位置 让你来记述的 那重点你还是注意那个佛号 你锁眼的形象 不管你是坐 站着 拜佛 我们在调身的方便不能老是坐 也不能老是站 那就是要调 有时候坐 有时候站 让身体也能动一动 静一静 这都是一种方便 调身方便 但是你心中的锁眼镜永远就是那个佛号的声音 这个地方大家要清楚 第三个 灵格少念不可草算 那么我们在练佛的时候 你不要贪多 你一定要要求你心中的佛号是要清楚分明 练得清清楚楚 嘴巴送得清清楚楚 耳朵听得清清楚楚 要明确而有力量 我们过去在佛学院 我们几个练佛的法师 我们以前的自我标准 就是这个五点技术法 就是说从第一点走到第五点 如果你走到第三点 打望响 你已经不知道你练到哪一点 那这一片重来 重新开始 这个破碎的片 这个片就不要了 这样子给自己一个警惕性 因为我们在练佛的时候没有人督促 你练得好也没人知道 练得坏也没人管理 那我们在阴地的时候 养成一种毫无笼笼的等流性 你宁命中的时候很自然就是毫无笼笼 就昏泪状态 所以你平常的时候就要求你每一句佛号都清楚分明的现前 如果你含无笼笼就重新开始 这样子的警惕心啊 养成你一种对佛号的鬼是清楚分明 有力量的 各位想想看我们在灵命中的时候 你跟迷夺感应道教师说就是那一面 并不是多啊 就当下这一面 而这一面是你平常训练而来的 你平常含无笼笼 你临终那一面也是含无笼笼 那当然抵不过你的烦恼跟业力的 所以说我们这个平常的恋佛 你就要求你自己的一种严格的品质管制 你恋不好就重来 那么你就要开始专心了 你就自己会要求你自己专心了 第四个先一技术再求严重 那么我们一般也是容易懈怠 说反正我一天心不离佛 其实你心一不离佛 你练佛的时间很少 都打妄想多了 所以你一定有自己一个定课 每天有一定的静坐 那么要求你练几片才结束 因为我们这个方法 因为我都是练六字 可能比较慢 要练十片的话要二十五分钟 你要练这个四十片就五十分钟 你要一天练二十片就不错了 联系练二十片 或者刚开始 可以不要先要求那么高 先要求自己练五片 看一看完整的五片 中间有错乱重来 你试试看 你会发现一开始练五片都不容易 你才知道你的妄想打得多厉害 那个妄想的等流性的势力 用佛话来取代刚开始是不容易 但是你一开始勉强自己 因为你心愿不改变 你的念头不改变 打得念头死 你念头不在印第的时候 好好的把它调和过来 那你灵命中都是完蛋了 所以你一定要在你精神体力好的时候 赶快把你那个强大的烦恼的 妄想的势力把它扭转过来 让你的心中的佛号永远是一个最强的势力 那妄想 虽然说不能断 但起码淡薄一点 这个就是我们要注意 刚开始先计数 然后慢慢的 你这个佛号运转的正常了 你计数也好 不计数也好 那就是行注作后 五点计数法 一记弥陀 练诵丁 实际成片 三三四 你连五点计数法都不需要了 那佛号就任意的献钱 但是刚开始先有一个目标 会好一点 是正义的